南投市养风产销第一班 之前在中兴新村成立 现场嘉宾云集 对于这次获得全国国产蜂蜜 品质评鉴头等奖 第一班班长萧乃维表示 成立产销班的目的 也是希望建议提升产量及品质 让消费者吃到最好的蜜 我们产销班是以十个人为先创立 找志同道合的朋友 然后我们每个风游 每个都养殖都已经二三十年以上 我们的理议就是要做最好的品质 然后提升我们的产量 然后让消费者可以吃到好的蜂蜜 县议员曾正言 称赞萧家养风好几代 所生产的蜂蜜绝对是纯蜜 值得当成伴手礼 来行销南投的农特产 我们同学这个消费班 主头对这个香 他们吃几个地人 都真的好 尤其的香 绝对是没有荣耀的产存 这也能说放心俗用 我们的香蜂蜜 跟我们的蜜蜂 我们的土香荣 我们的烈入 烈入于我们的秋盆里 也能行销 我们的南投官 这个最好的香 行销出去 面对日益暖化的气候 蜜蜂日渐减少 产业也日渐没落 县议员赖燕雪 肯定南投县的青农 愿意返向推广产业 相当值得肯定 蜜蜂最重要的工作任务 就是传授发粉结果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产业 也因为蜜蜂的消失 我们的产业也渐渐的一个没落 所以今天看到我们青年朋友 愿意投入自己的故乡 来做养蜂般的产业的一个推广 我们看到养蜂游 非常的辛苦 尤其是现代的农业产值 慢慢的再能够做转型跟植变 透过这些青年朋友的一个投入 也希望为我们的产销班 尽一份心力 对我们的产业的提升 有很大的一个注意 县议员洪明科也恭喜 校班长获此殊荣 并欢迎大家 可以来南投购买 投等奖的优质蜂蜜 香蜜是我们现在的 社会上是真的好的健康食品 不管是我们的家庭也好 还是说现来喝也好 都是我们社会上 现在最流行最烦的 还要继续到我们小班长 参加到这厨 我们全国 蜜香蜜的比赛 拿到我们头等奖 也要来南投 来过买 过买所在 南投官浪会也都有 希望我们这个产销班 会越来越好 南投市养蜂产销第一班会场上 准备了纯蜂蜜水 及蜂蜜产品 让来宾们品尝 感受蜂蜜对人体的好处 县议员罗美林 张维华等多位议员 也都到场恭喜货奖 并希望养蜂产业能越来越好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如果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